GT7赛车值得买吗 我们借着这款跑车浪漫旅7游戏的开箱视频 谈谈我上手GT7的初体验 直接说结论 如果你有PS5又喜欢赛车游戏 那么这款GT7赛车 目前的这个价格绝对值得一玩 我买的是实体版 港版只有260多 年前买的年后到的 如果不喜欢还能卖200多 我对这款游戏的初期评价是 GT7是PS5平台 乃至全平台赛车游戏的天花板 我对这个结论负责 游戏到手的第一天就玩了三个小时 是那种越玩越开心的那种游戏 那么GT7和机品飞车有什么区别呢 GT7赛车有三个关键词 真实模拟赛车 在这个游戏里开车 特别像现实中的开车 比我玩过的其他的赛车游戏 更接近在真实的世界里开真正的车 那么机品飞车属于机内驾驶 玩的是紧张刺激 GT7赛车和地平线赛车有什么区别呢 我曾经多次尝试过地平线赛车 三四五 甚至把最新的五代 开到4K全高特效 画面很好 但是我仍然觉得很无聊 除了比赛就是比赛 但GT7赛车体验完全不同 它更像是一个单线剧情的通关游戏 系统会指引你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每走一步都有一些小惊喜 玩得很开心 GT7赛车难度不高 适合我这种手摊的 在游戏中全拿第一不容易 但进前三不难 游戏的机制是只要你进了前三名 就送一辆车 我现在车铺里已经有一堆车了 看着就爽 完全不像金铭飞车22那样 费了半天劲 刷了很多比赛 想得到一辆车比登天还难 更何况我买的还是个豪华版 好像600多 下面说说汽车文化 我感觉很长知识 我不是汽车发烧油 算是赛车游戏的轻度玩家 就是简单的喜欢而已 我也不懂汽车历史 但是通过这款游戏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比如三辆日本经典小车 三辆欧洲经典小车 大众甲鸽虫 宝马迷你 还有一辆菲亚特 我还知道了三辆欧洲小钢炮 那就是高尔夫和Polo的GTI 还有mini Corporal S 这些车我在街面上都见过 还有三辆法国小车 有一辆是东风标志208 它加了个S 还有一辆雪铁龙的DS3 这些我也都见过 还有三辆美国鸡肉车 我认识福特野马 以前也是在机简飞车里见过 但是不知道来历和性能 还有三辆日本前至后驱跑车 有一辆是A186 就是藤原豆腐店的那个A186 原来这辆车是卡洛拉呀 我这是第一次知道 于是我又看了一遍周董的投文字笔 GTG赛车游戏初期 我买了一辆二手飞度 这辆车在游戏里挺好开的 咱们大街上见到的那个广本飞度 也这么好开吗 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以前对日系车不是很了解 只听他们说过什么日系三大妈 有董的同学给说说 好 下面说说游戏的画面 目前来说可能算不上PS5的顶级水平 但也算第一梯队 目前在普通的4K60的屏幕上 可以选择分辨率光追模式 就是4K30 或者性能模式 应该是2K60 如果你用的屏幕支持4K120 并且支持VR的话 可以开启4K120的VR 这款游戏的4K120 可不是使命召唤的4K120 也不是蜘蛛侠2的4K120 一般的4K120的游戏 画面分辨率都是缩水的 GT7的4K120VR 它是真正的4K分辨率70到90帧 GT7作为索尼的第一方游戏 原来优化也是天花板的 4K的分辨率 还有光追 还有高帧率 这三样东西同时都给你了 在比赛过程中的画面 4K120的画面 和4K光追30的画面区别不大 不过在比赛回放 或者菜单之类的画面 是没有光追的 虽然我用的是RGC3的电视 支持4K120 并且支持VR 但是我还是选择 4K光追不开120Hz 也就是30帧 即便是30帧 在比赛过程的帧率也是很稳的 丝毫看不出卡顿 但比赛前后的动画有点卡 虽然卡 但是我感觉那个画面感觉很好 很真实 这款游戏 一直在维护更新 修复袜子 追加新的车等等 我看到最新更新的时间是 2024年1月30号 国内的网络是可以玩 GT7赛车的单机剧情的 如果你要联网对战 需要加速盒子 GT7赛车游戏很大 目前是120G 下载了很长时间 下载的时候需要验证光盘 最后总结一下 GT7赛车这款游戏体验是很棒的 画面 音乐 也包括里面的收藏品 历史 照片 也都是很棒的 我感觉GT7 更像是一本关于汽车的电子博物馆 这是一个需要慢慢欣赏 慢慢玩的游戏 不要拿着目前常见的赛车竞速游戏 这个标准去评价它 GT7赛车是一种单独的存在 GT7赛车的赛车